曹王是一个可悲可泣的一种角色 也是第一次演反派 通过这部戏呢 掌握了一些古装的这种刻画的韵律啊 还有肢体的礼仪 节奏 气质要拿捏死死的 陛下 太子殿下雄心大志 最心朝政 儿臣就不如太子 儿臣见陛下身体有恙 致欣席陛下 父皇名剑 儿臣不敢接荡因私 只因太子提出改革科举 各民门望族 和官宦使家心生惶恐 担心祖上的福泽再无法庇护后人 还敢交变 好好替本王办事 曹王怎敢死云驾照 这是要牟利吗 就算他知道了我也有应对之法 安心当陛下的宠妃便好 不知可否要太子同学 待人保护好太子 若有差事提头来尽 人呐 书役 此处万丈深渊 太子必死无疑 给本王射上一剑 儿臣眼睁睁地看着太子 坠入万丈悬崖 却束手无策 儿臣保护太子不力 实在罪该万死 请陛下降罪 重责儿臣 不敢欺瞒母亲 确实儿子作用 母亲若真觉得儿子罪该万死 就去陛下面前告发儿子 儿子绝无愿意 儿子谢母亲成全 东宫那边有消息了 我得亲自去趟东宫 今晚暂且让他们高兴一晚 明日好杀他个措手不及 本王身边可容不下无庸之人 不是全力以赴 而是一定要赢 我拒不住你出错 儿臣已经迫不及待了 儿子不向母亲牺牲自己 暂且留他一条剑面 想活命 照我说的做 你真当本王是这么好护能的 要让陛下废掉离职 将我扶上太子之后 亮相非君子 无赌不照付 现在也由不得你了 本王的人犯了错 才由本王来教训 培心姐你敢 来 直接用兵力控制好玄武门 然后颁布照顺 玄武门是个发动兵变的好地方 找人将他杀了 倒真是疯了吗 他所亏欠的 又一辈子都还不完 本王不养废人 看得本王都有点感动 本王 要拨乱反正 曹王李明 擅自拥兵玄武门 罪证确凿 即使逆贼 人人得而诛之 曹王李明 才得兼备至成至孝 朕警告天地 宗妙万美 受李明以策绑 立为皇太子 儿臣 领旨 游战 他们用了 楼 杰企 杰企 感谢观看